啊 逛百末公司是最轻松的 它不会有这种事 你实在是没有想到 遭榴弹波及成植物人 母顾贪女17年 逛个街却扭转了一个人的人生 一个家的悲剧 17年前正值花样年华 23岁才新婚的庄家慧 怀孕5个月 跟朋友去台中收购 意外遭榴弹波及 家慧变成植物人 胎儿第32周时 医生替他剖腹生下一女 隔天宝宝却不幸夭折 庄妈妈扛起照顾女儿的重责 庄爸爸靠零件加工微薄收入 警惕第三弟自己受到撞伤 以下下半部是不能动 我们照顾起来是真的很不方便 四年多前 两人因压力大把女儿送到安养院 却因入窗引发败血症 差点伤命让他们很内疚 庄妈妈说 有时女儿听广播时或有人逗她 发出小婴儿般的笑声 就是最大的欣慰 我很少在美女的面前掉眼泪 其实不出手来真的是很辛苦 家慧最爱的歌手吴柏 沉到医院探视 还写了白歌送给她 17年了 庄妈妈无怨无悔守着 她说 我会老 不敢去想 现在就过一天算一天 谢谢 谢谢 太热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